平安夜快乐呀 相信今天你也和我一样 收到了不少 平平平平 苹果吧 这苹果和平安夜 不能说是毫无关系 但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关了 毫不相关吗 所以今晚 包子就要趁着月黑风高 处理掉那些 一点也不应景的无关人士 让他们变成 挨挨白雪下的 法尔赛玫瑰 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这些 蜂蜜 糖霜 冰糖 手抓饼 两个比白雪公主被害那天吃的苹果 还要红的大苹果 刀工不好的朋友 自备思客哦 苹果对半切开 切头去尾 挖掉果盒 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 看来我是那个刀工不好的朋友 没事 多切几个 总能挑出差不多的 小锅 烧水 煮沸后 加40克冰糖 挑出刚刚那堆苹果片里 颜值最高的 丢进去 煮软 大概只一分半就OK了 如果还没软 可能你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切太厚了 然后全部捞出 用厨房纸吸干 手抓饼最好买芝士味的 切成三只宽的片 刷一层蜂蜜 把晾好的苹果片 煎并煎的贴上去 顺着一个方向卷起来 稍微调整一下形状 放进模具中 防止它一会儿受热 障开 烤箱要提前调到220度 预热5分钟 然后把我们的苹果玫瑰花 放进烤箱 220度烤20分钟 就OK了 今天是平安夜 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有礼物收 有人陪 如果 你有幸收到 一颗苹果的眷顾 那不妨把它变成 一朵玫瑰花吧 晚安